京竹县竹北的热门景点新月沙滩 昨天惊喘有三个人溺水 消防获报道场救援 其中两名21岁的民众被其他的游客救起 但有一名高中生却是不见走影 而高中生的母亲是蹲在岸天祈求儿子早日回家 但晚上天色昏盖 消防跟家属沟通之后决定要暂时撑离 预计今天一早继续搜救